小时候读《三国演义》最喜欢刘备 他仁义爱民理贤下士 等年龄越来越大才慢慢发现越来越喜欢 当初那个自己最讨厌的曹操 曹操这个人在《三国演义》里 被描绘成了一个奸诈狡猾阴险的人物 后世的戏剧更是给他画了一副奸臣才有的白脸 让他被后世唾骂成了一个不忠不义的奸臣 其实我们的文学作品往往习惯把人物给脸谱化 甚至以斯德来简单的评判历史人物 给他加上一个非黑即白非中即尖的世俗标签 那曹操就是这样一个被小说和后世误解了一千多年的历史人物 甚至直到今天我们对曹操的印象都是模糊的冲突的不清晰的 那么曹操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其实曹操和我们一样 小时候耍酷调皮一样没落下 不光调皮简直是顽劣异常 他曾经和袁绍一起偷过别人家的新娘子 还老欺负傻得个儿袁绍 据说他们两个混小子去偷人家新娘子 事发之后曹操和袁绍慌不择路地跑 结果袁绍误入灌木丛之中动弹不得 当时曹操就使坏他大叫笑偷在此 傻得个儿袁绍被曹操这么一下唬 竟然一跃而出跑出来了 那这个故事呢 后来还演变出了一个成语叫做贼喊捉贼 后来曹操慢慢长大了 正是英气勃发的年纪 只可惜啊 个头不高 并不像电视剧军师联盟里 余和为演的那么高大帅气 据说历史上的曹操还因为自己的相貌呢 有点自卑 东晋卫视春秋里说曹操姿貌短小 身高不足七尺 按照汉代的一尺相当于23公分 那曹操的身高应该不足1米61 算不上高富帅 但绝对是个官二代 因为他爹曹操是大宦官曹腾的养子 曹腾是东汉末年有名的大太监 曾经被居中长市 俸禄是两千代 那待遇等同于御史大夫啊 所以你看人家曹操的小伙伴 都不是一般人 比如四世三宫的袁绍啊 和后来差点在背后给他致命一击的发小张淼 靠着良好的家事背景曹操成年后就做了洛阳北部位 相当于一个副县级的公安局长 他当时年轻啊 也和所有的矛头小伙一样 刚当上官那是激情燃烧执法言明啊 有一次皇帝宠幸的宦官 简朔的叔父为今夜行 曹操毫不留情 把简朔的叔父给处死了 那这就捅了马蜂窝了 但曹操还是依靠他爹曹松的关系 被名声暗将调到了顿丘 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省清风县去做了县令 本来曹操可以凭借良好的家事 一步一个脚印的往上爬 将来平平稳稳的承袭家里的爵位 高光厚禄也是一件美事 但可惜东汉末年天下大乱 公元184年在曹操30岁的时候 黄金起义爆发了 他素有匡扶天下的志向 于是尔历之年的曹操毫不犹豫地跨上了战马 就开始了平定叛乱的征程 到了公元188年 汉林帝设置了西元八校尉 曹操因为军功和家事 被任命为八校尉中的典军校尉 结果好日子没过几天 第二年汉林帝驾崩了 太子刘汴登基 当时和太后的弟弟大将军何晋 听了傻得个元少的建议 征召何东郡的董卓进京诛杀宦官时常事 结果董卓还没到洛阳 何晋就被宦官们给弄死了 同年九月董卓入京执掌朝政 他把汉少帝刘汴为红农王 改立陈刘王刘邪为汉献帝 又派人把红农王母子给堵死了 此后董卓自称太师祸乱钢厂 董卓当权后 他很欣赏曹操 当时只要曹操归赴董卓那荣华富贵 是唾手可得啊 但曹操见董卓倒行逆施 他不愿与董卓合作 于是就逃出了洛阳 但就在这次逃亡的路上 发生了一件让他被后世唾骂了上千年的事 什么事呢 就是曹操杀了好友吕博舍一家人的事 那关键这事还不是杜撰的 历史上真有其事 《三国演义》里说曹操和陈工二人 在逃出洛阳的路上 经过了好友吕博舍家 打算借宿一晚第二天再出发 吕博舍就吩咐家人杀猪款待 自己前往西村买酒 曹操和陈工二人周车劳顿 便在屋内休息 曹操声性多疑 忽然听到外面有磨刀霍霍的声音 他以为吕博舍家人要杀死自己 于是曹操先下手为强 将吕博舍一家尽数杀光了 甚至在离开时 二人恰巧遇到买酒归来的吕博舍 曹操因担心吕博舍会告发自己 于是挥剑又砍死了吕博舍 并说出了一句流传千古的名言 宁教卧父天下人 休教天下人父我 小说里因为这件事 导致了曹操和陈工的分道扬镳 也让曹操背负了近两千年的骂名 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 曹操真的如此凶残无益吗 首先在正史三国志中 并没有记载过这件事 就连曹操和陈工夜头吕博舍家 也是只字未提 但在其他三本史料中 则有着不同的记述 誓语中说 太祖过博舍 博舍出行 无子皆在 被宾主礼 太祖自已被捉命以其吐己 首见夜杀八人而去 卫书上说 太祖从树旗过 故人成高吕博舍 博舍不在 其子与宾客共结太祖 取马及物 太祖受任击杀数人 杂记这样说 太祖闻其石器生 以为吐己 遂夜杀之 继而七创曰 宁我妇人 物人妇我 遂行 这三种说法都表明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吕博舍当时并不在家 曹操杀吕博舍的家人可能是存在的 以曹操多疑的性格在逃亡的路上 当他怀疑自己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 先下手为强 因为吕博舍家所在的成高 距离洛阳并不远 假如有人要拿他的人头去向栋桌领赏 并非没有可能 所以这极有可能是一起误杀 而并非是曹操有意为之 但三国演义中增加了杀害吕博舍的情节 性质就完全变了 就从自卫发展到滥杀 无辜忘恩负义了 那这也让曹操被骂了将近两千年 后来曹操逃到了陈流 他散家财何以兵参加了讨伐董卓的诸侯联军 然而以袁绍为首的陶董联军 扭扭捏捏仇出不前 就在这时候 董卓已经一把火烧了洛阳宫殿 还驱赶百姓劫持了天子 泡到了长安 留下方圆两百里无腹人烟的洛阳 海内震动之下 陶董联军只顾沃里斗 唯有曹操独自引兵西晋去攻打董卓 但他在行阳被董卓的部将徐荣打败 几千人的薄薄家底也几乎是损失殆尽 这在当时的各路诸侯中显得非常另类 而此后的各路诸侯更是互相观望 过足不前 甚至各怀鬼胎为了争夺霸权图谋私利 竟致互相残杀 搞得天下更加混乱 民不聊生 曹操在《浩里行》中说 军阀混战时的天下百股鹿于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一一念之断人长 读这首《浩里行》你能感觉到曹操当时内心的悲凉和无奈 能感受到曹操心中的痛 他的痛不是家人逝去的痛不是个人挫折的痛 而是他看到天下大乱大煞江青 但他却束手无策无可奈何的痛 公元196年为了扫平环宇 匡政天下曹操迎接汉县帝 到了今天的许昌 取得了邪天子 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 随后他又削平了吕布陶谦等割据势力 而四年之后的关渡之战 更是以少胜多一举消灭了袁绍的主力 奠定了统一中原的基础 我们今天一说起曹操的邪天子以令诸侯 都说曹操奸诈狡猾或者老谋深算 殊不知这所谓的邪天子以令诸侯为曹操带来的作用 实际上远远小于他所带来的政治压力 事实上自建安元年曹操迎奉天子后 各地军阀未建一人因曹操占据中央而归附 甚至连天下的士族之心也并未归附于他 比如他最重要的谋士寻谕 出身于尹川寻师大族一生一汉陈自居 他希望曹操奉主上秉至公服弘义 服保汉士是他的原则 但寻谕终究不是曹操的臣子 而曹操几个最为得力的骨功谋士和猛将 也很少是因为响应朝廷征辟而来到他门下的 无论是吸引人才还是攻城掠地扩大势力范围 用吕思勉的话说都是靠他政治清明善于用兵 而不是因为他的手中握有天子 反过来既然是迎奉天子 曹操就等于将汉士的责任揽在了自己身上 这也让他成为了众士之地 一边周瑜骂他脱名汉相施为汉贼 一边寻谕还满心期待他振兴汉士 而随着曹操权势的增大 他的政敌也越来越多 他甚至不得不敬献三个女儿给汉献帝 在如何平衡汉朝和自身的关系上 耗费了曹操过多的精力 他诸多的政敌来自于门阀大族 而当时的门阀大族几乎垄断了做官的通路 这些大族披着兴富汉士的外衣 却巩固着自家的权益 曹操为了打破士族门帝观念 罗治中下层人才 同时也为了打击世袭的豪强势力 他大力强调为财事举 为此先后发布了求贤令举施令 求义财令 曹操的短歌行对斗当歌 就是在这种环境下的一首求贤歌 据说曹操平定北方后帅 百万雄师印马长江 与孙权决战 事业明月皎洁 他横朔立于船头 告诉众将说 我拿紫朔破黄金琴吕布灭元树收元哨深入塞北直达辽东纵横天下 颇不负大丈夫之志 在这良辰美景我作歌你们跟着喝 于是他凯然唱道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 去日苦多 对于人才他满怀期待 清清紫荆 悠悠我心 但为君故 沉吟至今 他渴望得到人才为己所用 心中慷慨悲凉 忧心如焚 于是他说 明明如月 何时可多 忧从终来 不可断绝 他说自己愿意像周公一样礼贤下士 希望天下的人才能够真心归顺 山不艳高 海不艳深 周公图补 天下归心 公元207年曹操北征乌环得胜环军途中行军到海边 路过结石山 他登山观海 一时间感慨万千 写下了著名的观仓海 冬陵结石 以观沧海 水河淡淡 山倒宋志 当他看到辽阔的大海 想到自己年轻时就树立的万丈雄心时 不禁慷慨悲歌 日月之行 若出其中 心汉灿烂 若出其里 兴慎志在 歌以永志 此时的曹操已经53岁了 但他烈士暮年 壮心不已 建安25年 即公元220年的正月 曹操病逝于洛阳 终年66岁 据说临终之前 他对自己的妻妾们说 等我死了以后 你们都改嫁吧 嫁个好人家 作为一个千年前的古人 一个权倾天下的男人 曹操能有这样的胸襟 实属难得 可以说曹操是一个活得特别通透的人 一个活得很真实的人 尤其是在三国乱世之中 活得真实其实很不容易 他不是一个道德上的完人 但他一定是个智世的能臣 在那个封烟四起 人命如草戒的乱世 也许更需要的 恰恰是曹操这样 有能力堪平天下的豪杰英雄 他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家 在那个封烟四起 生灵涂炭的时刻 是曹操毅然领军 平定四方作乱的诸侯 灭元少秦吕不破元术 使中原免于战火 使人民安居乐业 休养生息 他也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 使他惩办豪强稳定局面 唯才逝举 上礼重罚 他还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和诗人 他的诗歌朴实无华 感情深至气韵成雄 他和他的儿子曹丕曹子 以及建安妻子 共同谱写了建安文学的辉煌 铸就了具有鲜明个性的建安风骨 曹操早已作骨 但对他的评价却从未停息 甚至两极分化 然而曹操也许早就不在乎了 因为自顾成大事者 谁人不被议论纷纷呢 大唐才子王博有一段对曹操的评价说 魏武用兵 仿佛孙武 林狄志祺 鲜有丧败 故能东秦脚步 北走墙 圆破黄金于寿章 占虽故于射犬 远戈北指 踏顿玄奴 雍佩南林 刘从束手 朕威勒而轻忠下 携天子以令诸侯 信超然之雄结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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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赏�